虚构的数学是追求历史的真实 这是前半年来数学历史学家们共同目标 但是影视视学家就追求刚刚的历史真实 也也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 把历史实实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就寻许必要的虚构和现象 于是影视视学家那里原先并非英雄的辛德勒 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被塑造了英雄 虚构的荣耳也成为鸦片战争中 表现这么历史悲剧不可缺少的人物 总之影视视学通过历史实实的真实性 需要进一步寻求历史本质的真实性 他说表现的人物与场地都是经典的 而绝非一种历史原型的复制 为其如此像辛德勒的名单 鸦片战争这里的历史题材 才给人以强烈的振奋 结实他说包含的历史知识 地线的历史意义传达的历史